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 第一次去男友家做客,我提前好几天做了头发,还特意去美容补水,目的当然只有一个,给男友的父母能留下一个好印象 抬脚进家门的前一秒,男友还摸着头,嘻嘻哈哈地说 你瞧瞧,你拘谨的,丑媳妇也要见公婆,怕傻 我爸妈都是很好的人,我瞅怒瞅了她一眼,歪歪头没说话 这边刚进屋,那边就听到一个热情又温柔的声音,从厨房挑进到客厅,是小情吧 哟喝,你看这大闺女,长得可真好 皮肤白,个头高,你和郑涛站在一起,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文言,我不好意思地冲着她笑笑,正要开口说话,就看到一个小萝卜头,蹭一下,从卧室里钻出来,熟练地跳到郑涛怀里,嘴里喊着 哥哥,抱抱 小萝卜头大约三岁左右 葡萝卜般圆溜溜地大眼,在郑涛怀里呼闪着,好似会说话 当时,我没明白这孩子是谁 郑涛给我说过,他是独生子 这孩子又叫他哥哥,难不成是亲戚的孩子 小孩子好奇地看着我,软萌软萌的样子,把我萌坏了 我伸出手,举起胳膊,对小萝卜头说,宝贝,让姐姐抱抱 他害羞地,把头埋在郑涛怀里,不好意思地,冲着我笑 一边,许久没说话的郑涛爸爸郑大伟 此刻接话,小晴很喜欢孩子啊,不像其他女孩子 为了保持身材,都不愿意生孩子,真是又滑稽又蠢 我听着这话,心里有些别扭 但毕竟是第一次来人家家里做客,只是微微点头,没说话 这个时候,郑涛妈妈赵春芬,也开始接话 对,还有一些女孩子说,生孩子耽误自己事业 要我说,这样的女孩子就是自私 都不生孩子,人类不就灭亡了? 这话越说越不像样,我索性不再接话 举起手里提着的礼物对他们说 叔叔,阿姨,第一次登门拜访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 这些营养品给你们补补身体吧 看到我手里大兜小兜的礼品 郑涛爸爸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当即伸手接过来道 你看,你这孩子,来都来了 还带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家,不讲究这些 他嘴里是这么说,但看到礼物时 眼睛里闪过的神光,可不是这个意思 客气的应酬化,我还没说出口 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客厅里显得有些突兀 爸爸,爸爸,抱,要吃 这是小萝卜头的声音,我灯时猛圈 这屋里只有我,郑涛,郑涛父母 这孩子嘴里喊着 爸爸,他的爸爸是谁 我扭过身体,向孩子看去 那小萝卜头伸手要抱抱的 竟然是我未来公共郑大伟 他喊郑大伟爸爸 我惊诧地看着郑大伟 只见快要六十岁的郑大伟笑得满脸褶子 一把将孩子搂到自己怀里 熟练程度堪称惊绝 什么情况?郑涛不是说自己是独生子 这孩子,为什么叫未来公共爸爸? 或许,是我目光中的惊讶太过明显 郑涛才偷偷将我拉到一边 说了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话 那孩子,是我表妹可儿的孩子 那丫头未婚生子 为了不影响她以后结婚 我爸妈索性把孩子接到自己家养着 挂的是我爸妈的户口 我?郑涛 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整个一个黑人问号脸 你等一下,让我捋一下 你是说,这个孩子是你表妹的 现在寄养在你父母名下 所以,管你父母叫爸妈 郑涛文言点点头 还拍了一下手说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郑涛,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呢? 你明明告诉我 自己是独生子 现在莫名其妙的 又多出一个弟弟 你玩我呢? 我的声音 控制不住地高昂起来 任谁听到这抹 匪夷所思的事情 都会生气 我和郑涛认识半年 恋爱半年 期间 他一点都没和我透露过 这孩子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今天来他家里吃饭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事 郑涛见我生气 低着头 微弯腰 满脸讨好 你先别激动 我没骗你啊 我确实是独生子 这孩子又不是我爸妈的 他们就是好心 总不能 看着表妹带着脱油苹果一辈子吧 我当时怒对道 那这孩子以后怎么办 你爸妈都六十多了 这孩子才三岁 将来谁管他吃穿 谁管他娶妻生子 这事情 哪有郑涛说的这么简单 那可不是一个阿猫阿狗 那可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你放心 这孩子的抚养费 我表妹全权负担 他现在嫁给一个富二代 人家一个月给他几万块零花钱呢 他每个月给我爸妈五千 不用我加出一分钱 小晴 你别在这闹起来 行吗 以后我们慢慢说 郑涛向我作一示弱 眼睛贴向身边的父母 我们之间争吵的声音有些大 他爸妈已经询问似的望过来 想了想 还是先作罢 毕竟是第一次来家里 就算是分手 也不急于这一时 更何况 除了这件事 郑涛对我向来不错 也不能让他爸妈觉得我没有礼貌 虽然 我压下心里的火气 但这种行为在我看来 就是欺骗 吃饭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刚进家门的兴奋 只是礼貌性的 回复他爸妈的问题 直到他爸妈谈起我的学区房 我们听说 你自己买了一套学区房 真是好眼光 现在买房子 可不是得为了孩子考虑 未来婆婆给我加了一个大鸡腿 试探性的问 这话问的 我眉头微皱 什么情况 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步 就开始说我的嫁妆了 没错 我爸妈说孩子教育是大问题 五年前就给我买了 那时候价格不高 我低着头扒饭 没吃那个鸡腿 小晴啊 阿姨有个不情之情 将来你俩结婚 能不能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正套爸爸 你也知道 君君过两三年就要上小学 那个学区房比较好 他假意喝了口面前的菜汤 略微沉吟开口道 你放心 等君君上了学 立刻再过户给你 我们家就正掏一个孩子 你也知道 将来我们俩的 不都是你们的 未来婆婆抿着嘴笑 我看得嘴角直抽抽 这算盘打的 十里地开外我都听得见 这事 我还真做不了主 要不然 我回去问问我爸爸再说吧 我把碗筷放下 站起来 拎着包包 就要告辞 见我这样 郑涛疏地对他妈妈发火道 妈 你说这些干什么 那是人家小情自己的房子 咱家活不起了吗 你说这样的话 说着 郑涛拉折我的手 就往外面冲 到外面的时候 他抚摸着额头 颇为歉意地开口 对不起啊 我爸妈就是心疼小孩子 你别放在心上 郑涛这一串操作 把我心里七分怒火降到三分 他爸妈挺不靠谱 但好在郑涛还算明是非 知道这是有多荒唐 可即使如此 我心里也忍不住憋折火 一句话没说 挥手打了出租车走了 刚上出租车 立刻拨打闺蜜电话 把这件事前前后后 说给他听 谁知道 闺蜜听完事情的前因后果 张口第一句是 小情 我觉得这是 没这么简单 说不定 这个叫君君的小孩子 不是他什么表妹的 那是谁的 总不能是郑涛的吧 我这话一落 我和闺蜜 都陷入诡异的沉默 电光火石之间 我脑海里不由自主 冒出一个念头 这孩子 总不能是郑涛的吧 挂了闺蜜的电话 我一路上都没说话 咱也不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都是在社会经历过风雨的人 身边没奇葩事 但网上总有狗血电视剧吧 就算网上狗血电视剧 没怎么看过 但是网上的小说总看过吧 这种忽然冒出来的弟弟 不会是我男朋友郑涛的私生子 为了掩人耳目 说是父母的孩子吧 我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 如果这孩子是郑涛的 那我和郑涛就得玩玩 这和隐瞒还不一样 他这属于欺骗 赤裸裸的欺骗 我这个人 向来是直性子 越是这么想 心里越觉得有可能 所幸 连家也不回了 直接让出租车司机 掉头开回去 一秒钟都没犹豫 可以算得上是 比兔子跑得还快 一口气跑到五楼 脑子笔手快 登登登 敲响男友家的铁门 敲响前一秒 还听到屋里郑涛发脾气的声音 妈 你有没有脑子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伴随着登登登的敲门声 屋内的争执戛然而止 郑涛满脸不耐烦地打开门 看到门外是我 那脸色刷一下变了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口红好像忘在洗手间了 我进去找一找 郑涛吱呀一声 把门打开 我没管他表情有多扭曲 捂着肚子 冲进厕所 说道 我肚子不舒服 先去个厕所 身后 是郑涛 刚落下的声音 我去给你找口红 哦 你上厕所呀 快去 快去 我转身看他 啪哒 将厕所门从里面反锁 然后环视这个卫生间 果然 在卫生间的数字上 找到几根棕色的头发 郑涛刚染的头 整个家 就只有他头发是棕色 不会错 在卫生间 我假意蹲了一会马桶 才慢吞吞走出去说道 没找到口红 估计放在家里 没拿出来 郑涛跟着尴尬地笑 未来婆婆捧着脸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呀 我进来的时候 你不是在呢吗 郑涛 你弟弟呢 怎么没见他 郑涛见我主动提起小萝卜头 搞笑地刺起牙 拉着我往屋里去 小萝卜头正在家看汪汪队 神情专注可爱的要命 我蹲下来 伸手摸摸他乌黑的小后脑勺 顺手吸走几根毛 宝贝 姐姐走了呀 和姐姐再见 小萝卜头 对着我脸蛋狠狠亲了一口 扬起灿烂的笑脸 姐姐再见 姐姐路上小心 这小家伙 可爱得不像话 我出门坐上车 手里捏着郑涛和小萝卜头的头发 心里还在想 这肯定不是郑涛的孩子 郑涛那长相 能生出来这样可爱的孩子 这要是他的孩子 我直播吃屎 事实证明 我的预感没错 亲子鉴定显示 这孩子和郑涛真的一毛钱关系没有 郑涛说的是真的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 咣当 落在地上 我就说嘛 郑涛平时对我震我温柔 怎么会骗我 这孩子 果然是他表妹的孩子 和郑涛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晚上 郑涛和我打电话 他以为我还在生气 小心翼翼地说 小晴 你要实在不喜欢君君 我们就把君君 送去寄宿至学校 反正他妈给钱 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郑涛这样的话 让我心里最后一点怒火 也消失殆尽 不用 我挺喜欢君君的 他长得这么漂亮 住在一起 我也同意 听我这么说 郑涛语气陡然高昂 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我就说嘛 谁不喜欢君君呢 谁见了他 都喜欢得不行 这孩子最像我 出门人家都说是我儿子 不是我弟弟 好家伙 这玩意还喘上了 就他那长相 能生出君君这长相的孩子 吃人说梦啊 本来 我不想告诉他 我做了亲子鉴定这回事 但是 看他大言不惭地说 君君像自己儿子 说不出来为什么 我心里竟然有几分愧疚 于是 我就说 郑涛 我和你说个事 你不能生气 你说 我怎么会生我大宝贝的气 其实 我偷偷背着你 做了亲子鉴定 一开始 我怀疑君君是你的孩子来着 郑涛原本高昂的声音 忽然低迷起来 竟有几分紧张地说 啊 亲子鉴定 也不一定准 小晴 你听我解释 君君 果然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是我想的太多了 郑涛 你不会生气的 对吧 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对方在听到这句话后 陷入诡异的沉默 过了好半晌 才徐徐开口 你说 你做亲子鉴定了 嘿嘿 其实 那天我回去找口红 就是在你家厕所 找了你的头发 走之前 又拔了君君的几根头发 亲子鉴定显示 你俩没有血缘关系 郑涛 你答应我 不会生气的 对吧 啪 对面电话传来嘟嘟声 郑涛把电话挂断了 我再拨打过去 就显示 无人接听 再打 就关机了 郑涛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失联了 整整一个星期 难道就因为 我背着他 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 在郑涛失联一周后 我终于忍无可忍 分手也好 吵架也罢 总要给个说法 这弄得什么事 周末 我特意买了东西 去郑涛家 总要给个说法不适 谁知道这一去 竟然扯出一件惊天秘文 我拎着几箱补品 敲开男友家门 未来婆婆 几天没见 白头发都多了几根 一瞧见是我 眼睛就跟饥荒的老鼠似的 看得人心里发慌 小晴 你来了 快进来 快进来 她攥紧我的手腕 紧得发疼 阿姨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问问郑涛 怎么这段时间没联系我 她干什么去了 我不留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 开门见山问 未来婆婆听到郑涛名字 原本扬起的笑脸 煞时 哀愁起来 见她这样 我也有几分疑惑 索性一股脑 把亲子鉴定的事情告诉了她 谁知道 未来婆婆一听事情前因后果 拧着眉毛 当即开骂 就是你这个 搅屎棍 去做的亲子鉴定 客夫败家的玩意 郑涛现在被抓进去了 你满意了 我弄死你这个破鞋 赶回我儿子 我弄死你 未来婆婆 不对 现在不能叫婆婆 要叫赵春芬 赵春芬这婆娘 就跟会戏法似的 脸色说变就变 压根不给我转环的余地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被她吓得连连后退 竟被她逼到楼梯口 一脚没站稳 踏空摔了下去 赵春芬丝毫没有拉我一把的意思 刺着牙满脸不愤地说 要不是 看你独生女 家里还陪嫁学区房 你以为 凭你能嫁给我儿子 赵春芬手掐腰 唾沫横飞 没想到 你还去做亲子鉴定 你这样心眼坏 又糟心滥费的玩意 想进我们郑家门 也不看看 自己什么德行 我从楼梯口摔下去 右脚针扎一样疼 汗珠顺着额头 忽扇忽扇往下落 疼得开始打冷战 赵春芬口若玄和骂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消气 他一声 关上门 而我在他离开后 才喘口气 拽着身边的扶手站起来 从赵春芬口中 我得知一个重要信息 郑涛被抓进去了 被抓哪去了 右脚传来 灼热般的疼痛 我不顾脚上的伤 赶紧给在派出所的朋友打电话 我们这个小五线城市 派出所一共就没有几座 稍微一打听就知道 郑涛是因为犯什么事进去的 听到朋友说 郑涛被抓进去的原因之后 我果断删除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并向他发了分手短信 这玩意 就是把我当冤大头啊 郑涛是因为蓄意伤人 被告到派出所 所以才被拘留的 至于为什么蓄意伤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郑涛曾经有一个女朋友 名叫周真 俩人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结果卡在 见家长那一步 郑涛的妈妈 赵春芬女士看不上周真 她觉得周真家里 除了还有两个弟弟不说 本人也长得花里胡哨 一看就不是正经女人 据说 赵春芬为了让郑涛和周真分手 那可是自掐驳梗 咬蛇自尽 跳楼自杀 悬梁上吊 各种自杀手段都用上了 可惜 郑涛还是不同意分手 直到周真的大弟谈了个对象 人家姑娘张口就要三十万彩礼 周真家拿不出这么多钱 周真父母当机立断 向郑涛索要三十万彩礼 给自己大儿子结婚 这一要 彻底打断了 周真和郑涛这段本就坎坷的爱情 我听了 只觉得可笑 反正就是妈妈的性命 没有破坏掉他们忠贞的爱情 而是三十万彩礼 要了郑涛老命 分手本来也没啥 但这事就卡在周真怀孕了 检查出来的时候 孩子都五个月了 好像是说周真月经不调 一直没发现自己怀孕 胖了之后去医院检查 才发现自己怀孕的 连孩子性别都查出来了 是个男孩 这下好了 赵春芬也不闹了 那肚子里 可是自己家第一个长孙 他虽然没看上周真 但是自己的长孙 可是一千一万个舍不得 本来周真都要打胎 赵春芬不同意 他从家里拿着麻绳 吊在周真家门口 说周真要敢打掉自己的大孙子 他就吊死在周家门口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周真家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竟然同意生下来 可赵春芬的意思是 孩子留下 大人不要 这种荒唐的要求 要是我反正得吐血 可周真竟然同意了 只不过他要了三十万补偿金 意思就是这钱给他 孩子生下来 否则立刻打胎 谁死都没用 赵春芬舍不得三十万娶媳妇 却舍得三十万买自己孙子 竟然真拿出家里积蓄 把孙子买回来 一出生就脱关系 把孙子户口上到自己和老公名下 为什么不上在郑涛名下呢 当然是怕 自己儿子今后不好找对象 也怕 以后的冤大头不同意 嗯 没错 这个冤大头 差一点就是我 他们如猪如宝 将孩子带到三四岁 没想到 一纸亲子鉴定 打破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郑涛整个都疯了 冲到周真家里 就要问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 人家周真端坐在郑屋门口 指着郑涛鼻子骂道 谁让你蠢 我从来没说 这孩子是你的 是你们加菲说 郑家血脉 怎可流到外面 我真是笑死了 白白给人家养了三四年孩子 周真笑得猖狂 眼角都带着讽刺 三十万 我们结婚不愿意 却愿意用三十万 买一个不是你的孩子 我想想都觉得好笑 郑涛被周真这一番脸讽带刺 气得胸口发闷 谁知道周真还不满足 继续开口挑衅 这孩子 你要养就继续养 不养就给我送回来 要钱的当然是没有 那钱早就被我弟弟拿去结婚用了 婊子 你为什么骗我 郑涛恶狠狠咬着牙 似乎要把他生吞活泼了 你他妈的就是个垃圾 你妈不同意 你就不敢和我结婚 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你眼里就是个笑话 既然你看不上我 那就干脆当冤大头好了 反正我看你 也娶不上媳妇 只配做脑残 周真昂着头 就像一只干掌赢了的公鸡 俩人怒目相视 眉眼间全是狠利 郑涛更是被冤大头三个字 彻底气晕 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情况下 郑涛挥拳朝周真太阳学习去 这一拳 把周真打得脑出血进了医院 也把郑涛送进派出所 我听着如此离奇的经历 只觉得心里气得直抽抽 原来在郑涛眼里 我就是个傻缺 他说什么 我就信什么 是吧 因为这件事 我更坚定了和郑涛分手的决心 从恋爱最初 就隐瞒自己已有孩子的事实 和周真的感情经历 更让我看清了 郑涛是个妈宝男 最重要的是 这男的可能还有家暴倾向 我是疯了 才会继续和他走下去 自从知道事情始末后 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郑涛 甚至 连郑涛妈妈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接 我只当自己撞鬼了 这段时间 脑子被使糊住了 谁知道 我这边认定要分手 那边 赵春分开始作妖了 他在一周之后 带着郑涛的爸爸 来我家做客 笑得那叫一个热情似火 完全没有当时 在他家门口辱骂我的样子 我爸妈早就知道 郑涛的所作所为 对他们一家 说是恨之入骨 也不为过 如今让他们进来 纯粹是教养 谁知道 郑涛妈妈赵春分 开口第一句 就把我妈气得跳脚 我儿子被判入狱三年 立即执行 我和他爸想了想 决定让两个孩子 先把郑扯了 你是个什么玩意 让我闺女 和你进监狱的儿子 扯结婚证 做你娘的春秋白日梦呢 我妈 这小老太太 真真是气狠了 连脏话都标出来 赵春分被人一骂 那张我的煞白的脸蛋 当时变了颜色 要不是我儿子进监狱 你觉得 我会同意这门婚事 你也不看看 你闺女的近视眼 说不定会遗传 我大发慈悲 让她嫁给我儿子 你竟然还不同意 我从赵春分极为认真 且不愤的表情中 能够看出 她说这话 不是在开玩笑 她是非常认真地觉得 我配不上她儿子 如果不是她儿子进监狱 根本轮不上我 我爸更是气到冲进厨房 手里握着菜刀 气势汹汹地冲出来 滚 再不滚 老子就报警 滚 以后别让我见到你们 赵春分剑 我爸拿了菜刀出来 不仅不害怕 反而伸出自己脖子 往菜刀上钻 砍 砍 有本事你就砍 老娘正没钱花 就等着你砍我呢 这完全就是耍无赖 我爸拿刀 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他 好人家的 谁会拿菜刀砍人呢 谁知道遇到个泼皮无赖 根本不管这些 赵春分见我爸被他 逼得连连后退 更是嘚瑟 你要不和我儿子结婚也行 赔偿我儿子精神损失费三十万 要不然这是没完 这根本不是耍无赖 这就是敲诈 我当时气得头晕眼花 我妈妈更是气得脸色煞白 捂着胸口坐在沙发上 直喘粗气 我反手夺过我爸手里的菜刀 擦过赵春分耳朵 砍进他身后的门框 你赶紧给我走 要不然 我报警说 你们入室抢劫 蓄意伤人 你当老娘是下大的 你说抢劫就抢劫 我看他这样 也懒得和他废话 当即拨打报警电话 以入室抢劫 将他们带到警局 然后赶紧带着我妈去医院做检查 索性只是高血压被气犯了 医生说 如果送来晚一点 可能会延伸至脑溢血 我吓得好半天 没反应过来 胸口那股被挤压的怨气 彻底爆发 从我知道 郑涛瞒我 欺骗我的时候 我一直想的 就是和他彻底分手 但今天 他爸妈欺人太甚 差点把我妈气出好歹 这是我想想都觉得害怕 郑涛 我和你们家没完 我脱关系 开始打听郑涛这件事的进展 我们这座城市 本身就是小城 有点小事 都被渲染得全城皆知 郑涛这事 基本上稍微一打听 就能知道事情的始末 怪不得 赵春芬会忽然改口 让我嫁给郑涛 原来 郑涛多年前 就因为蓄意伤人 进过派出所 还差点蹲监狱 在周真前面 郑涛大学时期 谈了个女朋友 这小姑娘满心满意 跟着郑涛回家做客 却被赵春芬连讽带骂的 赶了出来 说人家小姑娘 不知检点 勾搭他大学 都没毕业的宝贝儿子 是他儿子 上学路上的绊脚石 一般小姑娘 遇到这事都羞愤离开 可这小姑娘 天生脾气裂 竟然蹲在郑涛单元楼下 骂了三天 对 没错 骂了整整三天 问候了 他家祖宗十八代 甚至 连郑涛早些这事都捅了出来 郑涛怒鸡 反手一刀 将人送进ICU 后来 被小姑娘家起诉 但念及郑涛出犯 认错态度良好 受害者家属 又收了赔偿金 只是判了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缓刑 众所周知 基本等同于不进去 但这事 也让郑涛留了案底 这次周真的事情 赵春芬顾忌重施 以为赔点钱拉倒 可他 没想到的是 因为郑涛原来有案底 这次属于罪上加罪 压根没有缓刑 这么一说 想要不进监狱 除非受害者撤诉 周真脑溢血 虽然没有生命大碍 但一开口就是五十万 赵春芬气的直打转 无计可施之下 就把念头打到我头上 所以 这是到头来兜底的竟然是我 原来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没有脑子的自动取款机 赵春芬如今被我 以入室抢劫为名 送进拘留所 现在还蹲着呢 如果没有证据定罪 估摸着 过不了多久就要被放出来 以赵春芬的性格 出来 绝不会放过我 所以在他出来之前 我就得彻底反击 让他们家毫无翻身余地 我这个人没啥特别的 就是有俩小臭钱 先是找到周真 此时周真已经醒过来 脑溢血抢救及时 没啥后遗症 其实他早就可以出院 之所以一直没出院 就是想好着让郑涛家里赔钱 他看到我的时候 眼神明显诧异道 我知道你 你是郑涛现在的女朋友 我也诧异道 你竟然知道我 那可不 我对那个杂种 可是关注得很 他就喜欢你这种人傻 钱多 又恋爱恼的女人 周真坐在病床 身上穿着病号服 看起来若不经风 可说起话来 那是一句一个坑 也死人不偿命 你应该知道 郑涛家根本拿不出五十万吧 我当然知道他第一次伤人的时候 赔了对方三十万 我生孩子的时候又赔了三十万 我现在又要五十万 他们家能拿出来才怪 周真喝了一口水 不急不徐地说 除非他们卖房子 周真又接了这么一句 病房里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眼睛都闪过了火花 赵春芬从居留所出来 还没来得及联系我 就接到周真的电话 我现在不要五十万 我要八十万 一周之内 如果你不把钱给我 我立刻起诉 把郑涛送进监狱 赵春芬听到周真临时提嫁 气得五脏六腑都要烧起来 连骂了几句祖宗十八代 都没缓过劲 但他没办法 监狱里关着的 可是他唯一的儿子 是他下半辈子的依靠 果然 如我所料 赵春芬开始准备卖房子了 他们家的房子是一百六十平 价值八十万 找了个中介公司 挂出去集卖 巧的是 这家中介公司老板 是我发小 我找他 把这套房子压下来 出了四十万的价格 赵春芬根本没招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 谁能在一周之内拿出八十万现金交易 最后 在发小的周旋下 我以四十五万的价格低价入手 全程交易都由房地产公司办理 果然 不出我所料 赵春芬收钱过户后 压根不准被搬出去 他甚至买了个棺材 横在客厅中央 还说 谁要让他走 他就去死 我找了监管部门 又聘请了五个标型大汉 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 将赵春芬家里 所有东西 全都扔了出去 赵春芬看到买房子的是我 气得蹊跷生烟 他想扑上来 撕我的头发 抓花我的脸 但我身边的标型大汉 可不是吃素的 直接反捡刀手 将他撇到一边 全程录像一记录 生怕他脑子一抽又要敲诈我 赵春芬家里大大小小生活几十年 小东小西的可不少 我将这些东西 全都一股脑扔在了单元楼门口 邻里街坊全都是熟人 赵春芬像个泼妇 坐在自己的家具家店中央 辱骂声音不绝于耳 搭配上他凌乱的秀发 活脱脱就是个神经病 我居高临下看着他 心里别提有多畅快 他如今这副模样 全是他最有应得 你以为 你儿子是个什么好东西 妈宝男 还家暴 人又耸 工作又差 最重要的是他早谢 你知道为什么 君君不是你们家的种吗 我怀疑 你儿子压根没有生育能力 你们老郑家就是要断子绝孙了 最后几个字 我咬得嘎嘣作响 赵春芬脸色抽搐 一向不讲理的他 竟半赏没说出话 我瞅他那脸色 估计是说到他的痛处了 我和郑涛自始至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郑涛说自己尊重女性 不到新婚之夜 不会碰我 当时 我还觉得甜蜜 认为郑涛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和其他好色男人不同 如今想来 估摸着 是他们方面有问题 这一亲密 可不就露线了 我心里越想越觉得庆幸 干脆往前一步 大声嚷嚷道 大家都来看看 这家人坏种 自己儿子不能人道 就到处骗人家小姑娘结婚 还帮别人养孩子三四年 妥妥的大冤种 身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我只觉得神清气爽 无比舒畅 你儿子 现在进监狱 你是不是觉得 这次还会像上次那样 赔几个钱拉倒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你儿子这监狱蹲定了 我这话音刚落 身边周珍脚踩高跟鞋 手提小胯包 耀武扬威地走到他们面前 你们给我的那八十万 我决定不要了 郑涛那个坏种必须要进监狱 周珍蹲下来 死死瞪住赵春分 你知道 为什么我非要把军军放到你们家养吗 因为我恨 你当着我单位的人骂我不能生育 骂我勾搭你儿子 骂我水性羊花 在外面有男人 他略沉吟开口 既然 你都这么污蔑我了 我就只能把这件事落实 这孩子我实话告诉你 不仅不是你的 还不是我的 我当初怀孕那件事 本来就是假的 没想到你还信了 你儿子郑涛 根本就无法生育 他不是早谢 他是不举 你懂吗 周珍似是很急了 说出来的话也不顾及影响 赵春分疯了一样扑上来 要杀了周珍 给自己儿子报仇 只是这个老太太即使在强悍 在绝对的烈士面前 也没了胜算 郑涛因为周珍没有撤诉 被判了有期徒刑 没有缓刑 并且因为周珍脑溢血 还被判了二十万的精神损失费 事后 我问过周珍 为什么不要赵春分给的八十万赔偿金 接受和解 周珍冷笑 手指死死 划着桌面说 那老娘们的打算 我能不知道 我这边收了他的钱 那边他就会告我敲诈勒索 到时候别说郑涛送不进去 就连我也得折进去 现在虽然只有二十万 但这是法院实打实判给我的 我收得心安理得 我将郑涛家房子低价出租 赵春分和他老公租了一居室 在外面等儿子 刑满释放 据说赵春分四处找人 给还没出狱的儿子 相亲找老婆 只是人家一听他儿子还在监狱 全都扭头就跑 还有人气不过 拿着大扫把将他扫地出门 据说赵春分 被人拒绝谩骂后 恼羞成怒 对外宣称 这些人都是嫌弃他们穷 等他们赚到钱 这些人就是跪下来求他们 他们都不会同意 至于快六十岁了 毫无技能的赵春分如何挣钱发财 有人透露 赵春分和他老公 等儿子郑涛出狱后 竟然找人去边境地带挣快钱去了 日薪三千 干满一年给钱 自此之后 在这座城市 我再也没见过郑涛一家人 而我在父母介绍下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孩子都生了俩 过得相当幸福